来来来大家看一下前方明明是红灯 前面切语辆车停在咱们这个代码线上 很多新手朋友因到这种情况不会正解的操作 稍稍不注意6分200块钱就没有了 那么今天车哥分享正确的操作方法 不但能避免咱们扣6分 如果真的不小心被扣了6分 我们还能加回这6分 首先我们要知道如何才算闯红灯 那么第一种情况我们的车越过了停止线 我们才发现前方是红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踩停刹车 把车停在这里是不会被扣分罚款的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我们的前轮和后轮都越过了停止线 才发现前面是红灯 这个时候我们踩停刹车 车停在咱们的这个大马线上 那么一到一些路口比较严的地方 我们是会被扣分罚款的 但是这总比扣6分罚款200要轻一点 那么一到这种情况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车超过了 我们把车往后对 如果后方有车的话很容易会和后方车辆发生碰撞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闯红灯呢 那就是我们前方红灯亮起时 我们的前轮越过了停止线 后轮也越过了停止线 同时我们的车还通过了对面向车辆 那么只要满足了这三张照片 我们的车那么6分200块钱是跑不掉了 那么我们不小心闯了红灯 我们还是有抵救的方法 只要我们的车是行驶在执行右转车道 那么我们把车辆往前开的时候 发现我们的车不小心闯了红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车往右转 我们车也能避免扣6分罚款200 不会被判当作闯红灯 那么真的不小心被扣了6分罚款600 那么我们如何把分加起来呢 我们也特别的简单 那么我们只要打开我们的手机 找到交管12123 然后点击更多 往下滑 找到学习交易业务中的协法减分 点进去 如果你被扣了分 我们在这里参加考试学习 做题就能加回我们的这6分 我车哥 如果这个技巧对你开车有一点点帮助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